有人说她的嘴巴里放了一台休旅车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欢迎我们开讲咯 我是你的老朋友胡医师 原来呀刚才讲的这个人 他是因为工作忙压力大 没有注意到他的牙齿的保健 所以呢最后去牙科 他光是补牙直牙等等花了八九十万 难怪说放了一台休旅车呢 之前我们有谈到过牙痛的问题 引起许多观众的热烈回应 所以我们再谈谈牙周病和牙齿保健的问题 还有许多有关口臭相关的问题 我们在影片的最后面再为大家做一些解答 牙周病要怎么办呢 台湾啊大约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人 牙齿都有所谓的牙周病 牙周病的状况呢就是牙龈红肿出血 在中医就叫做皮火 叫做胃火 往上冲这样子的意思啊 那么也可以吃一点点轻胃火的食物 最简单的就是用一些简单的蔬菜 或者水果来告诉你几个水果 火龙果就是不错的 我听说牙医常常去购买的一种水果 西瓜也不错 水梨也很好 这些都是水果 还有一些菜 例如丝瓜 芹菜 这些都能够清热 所以这个牙热 牙龈热 牙龈痛啊 都有帮助 可是中医认为牙痛呢 却分为上牙痛 下牙痛 上牙痛是足羊鸣味精 下牙痛是首羊鸣大肠精 所以呢 上牙痛你就可以吃一点 像绿豆汤之类的来消除胃火 下牙痛的话呢 你可以吃一点例如像香蕉这一类的 可以消除所谓的大肠火 那假如说上牙下牙都酸软痛 那怎么办 那个啊 是牙齿的问题 就属于圣经的问题了 有一些水果对于圣经有帮助 例如上肾啊 奇异果啊 它们都可以清圣经的虚热 那怎么样吃能够强盛见齿 中医认为肾足骨 骨能够生髓 能够长牙齿 所以呢 牙齿这个病啊 就是找肾 那齿为骨之鱼 也就是肾有病的意思 因此加强肾的功能 吃一点黑色的食物 例如黑豆啊 黑芝麻呀 黑木耳啊 乌骨鸡呀等等 都能够帮助牙齿更强健 因为它有补肾 补肾就补骨 补骨呢 就补了牙齿 就是这个意思 还有呀 吃水果啊 吃水果的话呢 人们都说一天要吃五蔬果 那么要吃五蔬果 你想想看 那么大量的东西 要怎么吃得了呢 因此有很多人 就是打着果汁 这种综合果汁拿来喝 的确是有它的帮助啊 可是你知道吗 我们的牙齿要保养 就必须要真正的 去咬那个水果 以前我们小的时候 连水果刀都很不容易获得 因此呢 所有的水果 都是直接用嘴巴来咬啊 例如说你吃桃子也好 你吃苹果也好 你怎么样咬啊 都是这样咔咔咔这样咬 对不对 这样子咬的话呢 你的这个肌肉啊 就是脚肌都有在运动了 例如说你咬一个苹果 让大口的这样咬的话 你的关节的地方都活动了 你知道吗 关节啊 让它一直活动着 就不容易变老 华佗呢 他曾经说过 护疏不渡 流水不浮 什么意思呢 就是关节让它动 也就比较利落 血液让它流通 循环就会比较好 牙齿也必须要做运动 牙齿怎么运动呢 就是让关节运动 例如说我们尝尝这个咬牙的这种方式来做就好了 中医谷时候有这样子的一种说法 例如说孙思苗啊 他是唐朝的一位修道的医生 人们都称他为孙真人 也有人叫他叫药王 孙思苗呢 他常常打坐练功 练功之后 他就做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呢 他也教给人们 说是要怎么样 扣齿 就是闭着嘴巴 牙齿这样扣啊 就是咬 上下咬啊 那这样子扣齿呢 唾液被分泌出来 扣齿塑精 就是说把这个 这个唾液流出来了以后呢 然后用分好几次来吞下去 那么这个牙齿就会变得很好 那他说扣齿要扣多少次呢 他说最好是 乘起扣齿三十六 到老牙不落 他说啊 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扣齿三十六次 那么这样子呢 到老了牙齿都不落 那现在的年轻人 假如你现在开始做 将来呢 就能够到老也不落牙齿 试试看吧 也许对你有很有帮助 因为牙齿跟肾有关 因此呢 你牙齿好的话 表示你的骨质就好 骨质好就代表你的肾健康 再下来呢 跟大家讲一个中药当漱口水 这是蛮不错的 这个漱口水里头 可以用金银花 薄荷 蛋竹叶 这几个都是有点凉的药物 把它放在水里头来煮 煮个五分钟 然后呢 等它凉下来了 拿它来漱口 这里头的金银花 它是解肺热的 解肺毒的 蛋竹叶呢 是清新的 清新火的 你拿它来浸泡了以后 再漱漱口 那么牙齿就会很好 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个 齿牙动摇的处方 古时候有个处方叫胡同类散 胡同类就是胡同啊 它会流那个汁液啊 那个汁液呢 我们称之为胡同类 它本身就是一个能够治伤的一个药物 加波斯盐绿 还有石胆丁香这几个东西 把它打成粉 做成胡同类散 然后呢 这个细粉涂到牙齿上 这牙齿呢 就不容易摇动了 不容易掉落了 根据日本的长期的世代研究啊 它追踪13年之后 发现牙齿的症状 跟心血管疾病 以及肺炎的死亡 具有相关性 常感到口腔黏腻的受试者 他们死于肺炎的风险 身高两倍 所以有时候半夜起来尿尿的时候呢 其实它也是你身体叫你起来 起来干嘛 起来喝点水 不要怕喝水更想尿尿 除了刚才讲的内容之外 避免牙周病 必须养成良好的刷牙 以及使用牙线 或者牙尖刷的这种习惯 每天至少使用一次牙线 使用一次牙尖刷 这样子的话呢 可以清理牙齿 不能触及到的那些残渣 以及有效地清除牙菌般的堆积 其实牙齿好呢 人生是彩色的 牙齿不好啊 嘿 人生都是欧背的了 因为没有牙齿的话 吃什么东西 其实都没有味道 牙齿呢 是第一道消化器官 缺了牙 不但影响正常的咀嚼的动作 并且呢 增加了其他消化器官的负担 缺牙 如果时间过长 甚至于影响到 相邻的牙齿 以及造成 缺牙区的牙床的萎缩 甚至于可以影响到语言 以及容貌 根据世卫组织的调查报告 良好的咀嚼力可以降低失智症的风险 你看看 照顾好牙齿实在是太重要了 希望大家都能够吃牙健康 再来回答观众的问题 有许多观众会在我的YT 或者是FB上面提到 有一些个问题 我们挑几个比较多人问的问题 第一个 口腔溃疡怎么办 口腔溃疡就是胃火 那找中医师给你轻胃火 就可以了 我们有一集谈到口臭 说含一个白豆蔻 就可以除去这口臭 这就是白豆蔻 那有人问呢 就说白豆蔻早中晚 各含一颗在口里面 请问要含多久 没有香气了以后 可以直接吃下去吗 白豆蔻并不好吃 它只是有点香味 然后可以除口臭 那它里头是几颗种子 要吞的话 它是色色的 并不好吃 我想把它吐掉就算了 有的观众说 嘴巴里面时常发苦 或者说老公啊 说他嘴巴里面味道很重 但自己又闻不到 怎么办 其实你自己觉得发苦了 其实就是有臭味了 所以别人会说你有味道 那刮舌头后就不再口臭了 对不对 我们上次讲口臭的时候 有讲把这个舌头的 舌头的中间这个方 来舔一下子手 然后过个几分钟 闻一闻 还有没有臭味 有臭味就是口臭 对不对 那就是讲这个事情 因为舌头的中间的舌苔 它其实就是口臭的主要来源 还有一些观众 有一些小秘诀 想跟大家来分享 我倒是也很喜欢 把这种事情讲给大家听 例如我上次讲到了榴莲壳加水来漱口 对不对 有观众说榴莲壳加水再加一点点盐可以消热 好棒 有观众我提到说扁桃线以及蓝尾盐相关的问题 那这个以后我们会做一集专门讨论扁桃线的问题 今天的内容就说到这里 喜欢我的节目吗 如果喜欢请记得按订阅以及加小铃铛 另外我的FB 互乃文开讲里头 也欢迎大家去按赞并且加入 谢谢大家 拜拜